喜到公子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 搞笑修真有声剧 《朱天际》 作者 庄碧凡 第449集 轰隆隆的巨响声 震得天地发颤 林飞眉头一皱 千万道剑芒陡然而显 突身万丈 锐利的剑芒将炮火完全笼罩 待那道炮火洪流来到林飞身前的时候 剑光却突然卸取了灵力与棱角 化作千丝万缕的丝线 从林飞周身斜斜冲入天际 然后一收 顿时便将千道炮火 拢在一起 形成一个浑源无比的巨大火球 林飞单手伸出 抖动剑起 挥舞那座火球 然后猛然甩向黑羽卫 雨昕面色凝重 一声长笑 百名黑羽卫应声而出 与雨昕一起腾跃至高空 他们的身形变幻迅迹惊人 无数虚影缓过 有黑的滑光 从每一个人的身上爆发 在空中纵横交错 瞬息之间融合交汇 无穷福音 飞舞其上 而后 那片黑色的花光 洪流一般倾泻而出 唐伯的力量 直将四周虚空压得不断下沉 属于金丹宗师的威压 展露无遗 汉龙银合击一处 骤然攻向那颗 如高山般落下的火球 巨大的火球 被黑羽卫送出千丈 落到了临飞身后长河之上 顷刻炸铃 骇人的冲击波荡向八方 河海盗灌 山巒崩塌 狂风卷起尘土 直冲入天际 临飞被巨蟒拦住 即便想逃离这可怕的冲击波 那也是四下无门 只得以他的身躯 硬生生瘦了 整个人仿佛被一座高山 撞到了背上 骨头都震了震 若非他身躯刚硬如法宝 恐怕此刻 后背前胸处 已经被开了一道口子 临飞嘴角溢出血丝 满口甜心 而就在这时 黑羽为手中的破魔炮击出 十多道炮火 浮空而至 上下错落有形 快满不定 看似平常散漫 可实际上 却是将临飞所有能够反击的空间 都阻绝 只不过一个眨眼的功夫 最快的炮火 已经来到了临飞眼前 刷的一下 昔日剑气与雷玉剑气 放弃了镇压巨马 疏忽而至 随即无边雷霆落下 在临飞身前 形成一片雷幕 隔绝炮火 紧接着 昔日烈火组成第二道防御 凶凶烈焰滔天 炽热的火光直冲向四方 而通幽剑气 与无常剑气 徘徊在昔日剑气之后 二者速度 迅疾如风 化作无数虚影 形成第三道防御 破魔炮的威力 绝非刚刚炮火 所能够相比 堪比金丹宗师的 一击之力 破开虚空 直接将雷玉 倾洒下的雷霆 轰出一个硕大的口子 于烈火之中爆裂 在那道惊人的 冲击波出现之前 通幽剑气 已经划开虚空 将这一切 尽数转移到了 十里之外 但破魔炮实在太多了 一炮接着一炮 连一丝喘息的机会 都不给 林飞周身压力斗增 当破魔炮的炮火 击碎了雷霆 火焰 躲过了通幽无常 彻底来到了 林飞身前之后 林飞无奈地发现 自己底牌 似乎用尽了 危机之际 太乙剑气 横空斩出一剑 林领剑威 荡出百里之遥 天地都在 这一剑之下失色 风锐凌厉的剑仪 碎裂了来到 林飞身前的炮火 并速度不减 直冲而出 将一座破魔炮 以及手持破魔炮的 黑一味 斩成了一片积粉 所有人都为之一惊 林飞低头大口喘息 可还没等他 恢复过来 一声狂吼 已经从身后传来 不好 林飞眉头一皱 想也不想 聚拢无穷见光 于空中形成一道 长达百丈的巨剑 汹涌的剑椅 倾洒而下 将那头袭来的巨蟒笼罩 然后猛然一脚 巨蟒的身子歪倒一边 重重地摔倒地面 砸出大坑 可身上却只见 几条白色的痕迹 七根龙筋 有这么强 林飞拧起眉头 开始思考 自己要不要也 去涂条龙 弄来祭脸一下 尘土飞扬中 巨蟒庞大的身躯 缓缓抬起 那双灯笼般大小的眼睛 已经完全变成了雀红色 林领杀意 惊天动地 失去了昔日剑气 与雷玉剑气的辅助 白骨高塔 根本控制不住这头巨蟒 原本就满含怒气的巨蟒 此刻庞大的身躯一摆 便将白打震飞 然后咆哮着朝林飞袭来 泼墨剑化作一条千丈巨龙 横立在林飞身前 墨色蕴染开来 汹汹剑意弥漫其中 虽然力有不贷 但还是将巨蟒 阻隔在林飞之外 白骨阵图张开 将高塔收拢 林飞身前六道剑气处理 风锐的气息 震向八方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身披黑色长袍的男子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空中 林飞眉间一动 他竟不知道 此人是何时来的 而原本轰击不断的黑羽味 在羽衣出现之后 瞬间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所有人都脸容低眉 垂下了脑袋 宫锦的神态 仿佛在迎接他们的王者 林飞环顾四周 谋色沉沉 巨蟒狂怒 将属于四十二条禁止的 法宝力量 展露无遗 无论白骨高塔 还是剑气 都拿他无可奈何 而阵容整齐 攻击严谨 手段进出的黑羽味 比那巨蟒更难对付 更何况 他们的合击之处 还未曾完全展开 此时 又出现一个 看不清实力的家伙 十面埋伏 四下无路 杀鸡无限 十死无生 此刻林飞所处的 已然是绝境 可林飞看着高空中的羽衣 突然笑了 派出这么一件 难缠的法宝不说 还有三千黑羽位 以及前任统领 黑龙王果然看得起我 林飞伸手抹去嘴角的血迹 半是感慨地问道 但是为什么呢 我不过是一个 命魂境界的修士 到底什么地方 得罪了黑龙王的青眼 让他舍得下这么大手笔 来追杀我 林飞这一番话说的 真心实意 虽然他知道了 黑龙王的目的是杀掉自己 至于原因 暂时还是没有什么头绪 原本低眉脸目的黑羽卫 收到命令之后 齐刷刷地看向林飞 惊人地杀意蹦险 不过三千之众 可他们身上爆发出的战役 却堪比千军万马 在战场厮杀 林飞看着那上千门 对准自己的炮口 叹了一口气 很是惋惜地说 本来还想多套几句话 没办法了 这话落在羽衣的耳中 不过是死到临头之时的挣扎 千炮一出 别说是一个命魂圆满的小修士 即便是金丹无转的宗师 也难以逃脱 更何况 林飞背后是鬼海 身前是巨蟒 三千黑羽卫 再不济 还有他作证 杀掉林飞 与捏死一只蚂蚁 没什么区别 随着羽衫一声令下 千门炮火 依次射出 破魔炮夹杂其中 带着火焰的炮弹 横掠天际 封锁住上空宇四方 这次 黑羽卫得了上一次的教训 即便灵动 似骤雨疾风 急驰而去 炮弹在空中沉沉浮浮 绝不会再被人一次截断 意识间 天地都被破空的轰鸣声填充 而在林飞身后 巨蟒高昂起脑袋 身躯挺拔 巨大的嘴巴张开 能够看到 里面闪烁着寒光的风热牙齿 直直的 便朝林飞要来 狂风烈烈 六道剑气护在林飞的周身 他似乎没有看到 即将来到身边的炮弹 与力尺 目光如俊 扫过前方虎视 单单的黑羽卫 炮火寄出之后 三千黑羽卫 腾越而起 跟随在炮火之后 朝他袭来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喜悼公词 订阅朱天忌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 让生活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protector 整理由骨验 词文明 感谢观看